7月4日是美国的独立日,也是国庆日。在这一天,美国会举办许多活动,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敲响位于费城的自由中。同时,在各地也会举行各项庆祝活动,像烟火秀,花车游行,节庆游行等等。 今年的独立日看点特别多,除了各个地方举行大型烟花秀、音乐会外。今年,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准备了演讲、大阅兵活动。来一出不一样的庆典,此次独立日活动名为向美国致敬。地面上有坦克,头顶上有喷气式飞机呼啸而过。特朗普自2017年观摩法国国庆日阅兵以来一直渴望看到的一幕。 在今年7月4日举行的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变成了现实。在庆典现场,民众热情高涨,翘首盼望着庆典开始。 6点38分,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伴随着音乐出场,一出场,就凹了一个造型,你看,下雨了。虽然天气不好,但所有的活动都照常进行。 那么,看看这次的庆典与以往有哪些不同,特朗普又说了些什么。 在往常,林肯纪念碑附近是开放给公民观赏烟火表演的,而现在却被圈起来,为总统的演讲做准备。 在今年2月,特朗普就在推特上宣布了他的演讲计划。 在国庆日,将有一个你们亲爱的总统我的演说,6点40分,特朗普演讲开始。 今晚,我们聚集在这里,为自由欢呼,我们传承伟大的传统,我们是美国伟大的故事的一部分。 紧接着,特朗普在演讲中夸了一波美国,今天,是美国独立的第243年,只要我们牢记美国伟大的历史。 只要我们为美好的未来奋斗,就没有我们每个人做不到的事。 此次庆典中,海军战机和空军一号飞机飞跃人们头顶,美国海军的战斗机也参加了阅兵式。 现场,单视不同飞机表演镜头就给了7、8次,包括一架直升飞机会象征性地带着总统前来。 同时,大约有750到800位军人前来参加此次向美国致敬庆典。 7点35分,总统演讲和飞行展示结束,特朗普离场。 为了避免对道路产生影响,这些展示性的坦克不会移动,只停在指定位置,实际上。 华盛顿特区市议会在7月1日在推特上曾向特朗普喊话,表示对此次活动动用坦克的不满,我们再说一遍,坦克,不要坦克。 因为坦克超过60吨重,运输是个很大的难题,市民和游客的安全也不能得到保证。 最后,坦克是通过列车运来的。 这次,为了配合特朗普在林肯纪念堂举行这次向美国致敬的庆典。 以往的烟花燃放地点需要更换地方,通常,烟花只环绕着林肯纪念堂燃放升空。 而现在,烟花燃放场地移至附近西波托马克公园。 按特朗普说,这次的烟火秀是史上最大规模的。 此次烟火晚会持续了整整35分钟,史无前例。 两架烟花企业慷慨捐献了价值75万美元的烟花,可真是有钱。 但是明年的烟花可能是个问题。 以往在7月4日,华盛顿国家广场都是对公众开放。 而今年却发行了15、林章入场券和一些为共和党委员会准备的VIP专区。 VIP专区,特朗普也搞这一套。 除了专区之内的民众们在欢呼呐喊,专区外的一波抗议者也频频搞事情。 在白宫附近,有一些民众在进行抗议,包括放飞冲气的特朗普气球,寓意总统特朗普是个被逼。 还有一群抗议者在白宫前焚烧了一面美国国旗,最后被警方逮捕。 为了配合特朗普在林肯纪念堂举行这次庆典。 由于以往的烟花燃放地点和军机飞行表演地点出现变化,因此有了新的空域限制。 空域封锁二个多小时,受到这次的活动影响。 约100架飞机航班产生了延迟等现象,导致公共秩序的混乱。 而上一次华盛顿特区航空领域关闭是在2015年。 特朗普这次阅兵的开支巨大,资金成了首要问题。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则需要调拨至少250万美元的资金,以帮助承担盛典带来的新开支。 而这些资金原本指定用于改善公园环境,除此之外。 CNN认为,7月4日应该是纪念国家统一和独立的日子。 而这次庆祝活动却设有大量VIP专区,还为一些政治捐赠者准备了门票。 这是特朗普把美国生日庆典据为己有。 评论员科特尔在某报刊中写道,他认为特朗普把庆典作为自己出场的机会。 这是在践踏一个悠久的传统,以非党派的,非政治性的方式进行庆祝。 作为一种促进国家团结的事件。 同时,令广大群众另一个不满的是,整个活动会非常昂贵,纳税人将必须为此买单。 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范霍伦指出。 先不说其他开支,有一点是很清楚的,仅特朗普在林肯纪念堂前出场的安全费用就会非常高。 而庆典本身也带来了更多的麻烦。 华盛顿市长表示,这次特朗普的出场增掉了许多警员,其他地方本就应假日警员急需。 因此警力就会短缺,但是,傲娇的总统想在独立日庆祝,所以,所有的这些都无足轻重。 无论如何,美国这次的独立日盛典算是圆满结束,特朗普的阅兵愿望终于实现了。 接下来就等着还债了,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